土耳其加油 我们台湾是永远的朋友 全台湾的朋友 朋友爱心 把东西寄到这里了 你们看 全部都是 好几千个人 土耳其发生很大的敌尽之后 全台湾伸出手 想要帮忙我的家乡 这里是台湾人进行捐衣服 还有无质的活动参考 我在这个地方 看到台湾最漂亮的风景 就是台湾 土耳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 大家已经知道了 但是目前全台湾的朋友在帮忙中 今天这次影片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们看一下 这里是台北的内湖成功路 一个很大的仓库 刺激他们的一个仓库在这边 然后土耳其搬出处 台湾的土耳其搬出处 跟台湾人一起进行的这个捐衣服 还有捐物质的活动 刚好在这边 等一下可以给你们 仓库的画面 然后呢 你们现在 我后面看到的这些车子都是 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非常有爱心的台湾的朋友 他们自己开过 开车子过来这边 把东西交给里面的朋友们 还有这位也是 谢谢您哦 土耳其加油 台湾加油 谢谢你 这些都是防风 黄红 防水 长库 长库了 谢谢你 你贵心呢 我三点水都红 红大哥 谢谢你 感谢你哦 OK 你们真的很有爱心 好 谢谢你 我可以把这些画面 分享给土耳其媒体哦 OK 他们也可以知道 台湾人多有爱 土耳其加油 我们台湾生永远的朋友 全台湾的朋友 朋友爱心 把东西 寄到这里的 你们看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好几千个 箱子 你们看 有鸟布 有外套 有娃子 好多衣服 好多其他的物质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你们 辛苦了 真的是 让人很感动 真的是 很感动 天哪 水袋 非常重要 没有水袋 不行 吞冷 然后呢毛衣 水味头在这边 还有 鸟布 在这边 好多 谢谢你们朋友们 土耳其 感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主耳其加油 谢谢你们 大概几个人 目前在这边工作 有100多个吧 不只 两三百可能在这边 同时在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你们 又来了 帮忙 你看 现在在下雨 但是没有人在休息 继续 不一定是一定要 每一个人一定要 不一定是每一个人 一定要卷 看每一个人的能力 因为每一个人的 经纪 不一样 你们的分享 你们的留言 也是你们的 给我们的爱 照顾都很重要